我們最後講一下Elon Musk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 究竟這個Tesla的公司在中國開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外國人擁有 中國沒有插手1%的股份 有沒有要求以前那樣要搞什麼黨委 搞不搞黨委其實我覺得都不重要 為什麼呢?很重要 不如你弄 不要說你了 黃建林弄一間公司 就算他百分之一百他擁有 假設他也不是百分之一百自由 都是阿爺叫你跪下你就跪下 黨委這麼欺惡嗎? 那黨委做什麼? 就跟政委一樣 軍隊是你軍長擁有 但我又有人要政委 後面拿槍支住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以為政委只是 黨委只是一份工 是阿爺拿水 那你說市長和市委書記的關係是什麼? 誰比較兇 是市委書記兇 那你說你軍長和政委誰比較兇 當然是政委兇 軍長你可以指揮軍隊 是沒有錯的 只是他一槍打敗你頭 我就不要理解 阿爺是純粹針對新能源汽車市場 這樣開放給他 他是一個特例 還是整個新能源市場 都可以任他開放 比如大眾可以成立一間 完全的大眾電子車 或者保時節電子車 什麼都好 是不是又來中國 開百分之一百獨資 如果是新能源車的話 目前的政策是百分之一百的 那任何人 寶馬、Benz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開一個新的公司 寶馬新能源車 Benz新能源車 是不是我就百分之一百 全部頂了 是百分之一百用優 是可以頂了 那如果這樣的話 每個人都這樣做 反正你之前都說的 看好這個市場 你之前說大家看好嗎 你不是說大家已經停了 汽油、柴油發動機的研發嗎 但是現在現階段 不是這樣玩的 現在你做這件事 因為基礎建設 它現在還沒跟上 主要是 這個是最關鍵 但是阿爺在這方面 不是很積極的嗎 但是廣州現在 其實是電動車 是多了很多的 到處都是比亞迪 講起新能源車這些東西 新能源車定義 是不是好像Tesla 你百分之一百 還是電動才是新能源 上海就不用百分之一百 廣州都不用 廣州只要你可以充電 就當你是新能源車 那很容易 那每一部車都可以 新能源車 做到充電功能就行了 這個充電功能 沒有那麼容易做到的 因為它相當於是兩套雙模 我知道 但是你可以走法律 我做一條USB線 我都可以充電 但是充得慢一點 不行嗎 那就不讓你這樣 現在不行不行 它是真的可以充電 你可以用純電動去用 也可以用油電混合去用的 那比如說日產 我看到有些人可以充電 那它是否可以 我將日產的這些電動車 自己獨立出來 成為一個新公司 然後就獨資在中國設廠 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要賣汽油車 他們有一件事叫做 碳排放積分 你要賣多少部電動車之後 你的汽油車的碳排放積分 才是可以滿足到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操作是一般 他們賣電動車是因為他們想賣汽油車 因為看到這個獨資去設廠 就想回大概半年或一年之前 我看過採訪 那個叫什麼 J.P.Morgan的CEO 當時就說到中國市場 那個人他就很堅持 他說J.P.Morgan 如果沒有記錯 他是一間不是上市公司 還是一些partnership 中的關係的公司 就是高管拿了股份 他就說 你之前說輪流轉的那種 是啊 你一走就要給下一個人 當然那個人也要出真金白銀 買你的股份 他的說法 他的態度 他就說 他是不會接受中國那種5050的玩法 或者7525他都不接受 就是爺爺想到25%他都不接受 他說 為了我可以更加服務你中國 你就要100%給我擁有 他說如果你一天不開放快速100% 我就不會入中國這個市場 但是只要你一肯開放 我就會帶給你最好的 financial service 所以他們就站得很硬 你說J.P.Morgan 是啊 因為中國就這樣玩 當時一年之前就說 還不知道5050 還是可以40幾 60幾 我搞不清楚 總之一定要合資 他說只要你一天 即銀行 他說的是投資銀行那些 他說只要你一天不去開放 我就一天就不入中國這個市場 無論你講到市場幾吸引都好 他都不進來 我相信他是代表了一大部分 鬼佬那些 你可以當他精英也好 或者專門吸血鬼 什麼都好 你試想一下 一定 那些專門吸血鬼 是啊 這幫吸血鬼 他是覺得脫得不夠爽的 這幫契大 不是啊 如果他純粹脫水的話 他絕對是讓步給阿爺脫水 脫得多些 以 profit來說 中國開公司 絕對是 對於整個JP Morgan 總的年度利潤是有增長的 是嗎 是啊 但他是站得很硬 不會為錢低頭 要不就賺你一億 要不就一元都不賺你 是啊 跟中國人的態度是不一樣 中國說大家 有人讓步 你又不要那麼狼 我又分些給你用 那我相信中國在Elon Musk 或者Tesla這件事裡 百分之一百讓步 可能他 其實他不是百分之一百讓步 其實之前他已經公佈了這個政策 但是針對你只要是 這一種類型的企業 他是給你百分之一百開放的 他之前已經說了是這種玩法的 所以Tesla 只不過他是舔了第一彈糖水 不過通常說你第一個吃龐蟹的人 都是沒什麼好處的 不是 在中國第一個吃龐蟹的人 是最好處的 是嗎 吃完就走 你千萬不要沉迷 一沉迷就對了 你對著阿爺都是這樣的 一定要咳時修友 轉態走日 你一旦沉迷 Dance就是你的下場 阿爺你就會不斷舔你的水 我今天看了另一則新聞 就說這個SpaceX 裁員10%的人 接著我看網友評論 我最喜歡看網友評論 那個高見 他說你看看Elon Musk這頭 就去中國設廠 那頭 因為他一共有6000個人 SpaceX 就炒了600個人 炒了10% 那10%的人去哪 就是來中國 就是技術轉移 這不是真的 講到矢陣陣 你看看這個樣子 我就給10%的人才 幫你研究太空技術 我覺得不會 他肯 美國人也不肯 你記得我之前跟他說的 NASA發射的太坦星 其實太空這家 是從今為止 他都不是很工業化的東西 都是很土炮的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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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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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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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扔上去天空 還是那種東西 因為他實際上要花太多錢 所以Elon Musk 我幾年前看他 他說SpaceX 即是他創立的時候 他的邏輯很搞笑 他說 我們第一個上太空 蘇聯 肯定他們都有相同的技術 蘇聯這麼窮 死窮鬼 人家的GDP這麼低 肯定很便宜 所以他當時就去蘇聯 買一套這些技術 請一班蘇聯人出來搞 即是開始的時候 後來現在是怎樣我就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玩的東西 按在原始 我想說 其實我相信他們 即使說 我們發射火箭上去 又可以回收火箭 又發射衛星上去 但那些應該都不是 那些真的認真高深的技術 因為有一種說法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發動機不行 可能我也不知道發動機 我猜中國波箱都不行 中國有沒有生產自己的波箱出來 當然不行 波箱是最難的 那為什麼不行 波箱都拿起發動機 那你說波箱放多少都不行 它不行的原因 其實不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抄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能力去抄的 關鍵是我們 我們繞不開專利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他經常說 覺得好像很高深 就是要調教調教 好像我們設計出來的波箱 就不夠聰明 就不像你之前說 保薩節那台 什麼商量是波箱 它就很聰明 但是我們的波箱就不聰明 我相信 不單止這件事 很多人就說 即使你給了圖紙給你 但是你生產不出來 就是因為你財料過不了關 工藝也過不了關 這個樣子過不了關 同一度 這個是一個原因 你剛才說到工業產品 因為工業產品其實很複雜 它是小到一個螺絲 你一塊鋼板 你都要達到那個標準 你的產品才可以穩定 就好像他們之前說 羅斯羅斯他們的發動機 你說飛機那些還是汽車 當然在說飛機那些 就是我把圖紙給你 其實你生產不出來 因為你沒有辦法做到 這麼高精度的螺旋長的獎片 其次第二 就是你剛才說的材料技術 就是中國的材料技術是不行的 就是可能你在這麼高的一個 工作強度下 你的東西就不耐用了 就是我之前跟你說那個邏輯 美國的戰鬥機和蘇聯的戰鬥機 雖然你的生產成本是便宜些 每部機賣得便宜些 但是你的壽命是短些的 每一次大修的飛行距離又短些 短很多 自己說短一半 中國那些應該在蘇聯基礎上 再短多一半 差不多是這樣 那也未必 因為中國的工業能力 其實應該是不會差過蘇聯的 重工業 當然是 飛機 起碼我們有吉利 我剛才說 俄羅斯的車是哪有戰鬥機的發動機 那些什麼蘇聯3 那些 所以其實現在在工業能力上 我覺得我們國家應該不會差過蘇聯的 不是 不會差過老大哥的 但是可能 在設計能力上 還是差過老大哥的 究竟Tesla在中國開廠 那部車可以賣便宜多少 和現在比 同樣買一部 什麼Model S 或者Model Ecclese 或者Model 3 不是啊 他們說的Model 3好像很厲害的 可以賣到只是30萬而已 30萬 差不多便宜一半 那部車還要很厲害 那部車是很厲害的 除了樣子之外 內色醜之外 沒有什麼缺點 是啊 那部車說可以跑600公里 它不單止這個 它其實是可以自動駕駛的 在美國 中國不知道 自動駕駛在哪裡都行 這個跟你的技術是無關的 但是你說它可不可以 從法律上來說 比不可以自動駕駛是一個問題 不一定 那套軟件不一定適用你的地區 沒問題 反正見人就停 是啊 但問題是中國 你見人就停 你不用開了 要洩位 這個時候 你再倒閉你的人工模式就可以了 這些很簡單 不像我這樣 你應該是 按著喇叭過 我巴馬線 就是 如果你適應廣州 或者你說 純德威的環境 就應該自動按喇叭 自動不停捐來捐來 因為我是專門看過 他那個 EnoMask的那段視頻 說什麼 是60分鐘去訪問他 就跟他說 你之前說 你要私有化你的公司 是不是導致你的股價波動 之後 EnoMask 就給他看 這部車是怎樣自動駕駛的 給那個老女人看 就是訪問Download Trump的主持人 然後呢?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很驚訝 他會自己咳線 反正我覺得 他那種場面 應該在支付諸葛家是可以用的 但是在中國 是不是可以用 我還是會打個問號 如果中國和印度這些地方都用不到 就全世界都用不到 突然間有隻牛出來 就反應 中國就突然有人衝出來 碰瓷的反應 然後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碰瓷工會 看到Tesla沒有衝過去碰 因為Tesla是自動駕駛 他會撞過來的 因為我之前看過新聞說 自動駕駛 其實它是有優先度的 它是會快速計算 就是這個時候我衝過來 我一會撞死你 一會就保護我的駕駛者 但是呢 它是只會在保住我駕駛者的情況下 我才會保你 如果我發現我隔壁很危險的話 比如說隔壁有個大火車 對不起我就會載過來 這個時候就對不起了 所以以後就要提醒一下 那些碰瓷工會的同事 以後看到Tesla之後 就不要衝過來 否則的話就會很難 不過如果它說真的可以降到 50%的車價的話 那就是 反正這部車是30萬左右 和你的價錢一樣 對呀沒有好處 對Tesla來說有好處 對中國人買車來說有好處 對中國人買車來說有好處 不過但是問題 如果你說30萬的話 大家都會選Tesla 不會選其他車 我想問Tesla 會不會最新的寶馬三系 中國版又加長 會不會好像跟著那種 中國來到中國 全部都加長版 然後還有些什麼 減配 會不會變成大有中國特色的Tesla 因為他之前減配 是要分50%給阿爺 但他現在不用分 那會不會加長怎樣做 如果他們市場表現 結果是要加長 我猜他們都是會加長 因為寶馬真的很棒 我之前不是跟他說的 寶馬五系加到七系那麼長 我欠兩毫米 那個軸距 然後現在三系又加到五系那麼長 其實為什麼搞那麼多東西 直接拿到七系出來 掛個五系米 然後五系掛三米 不是你的底盤價錢貴 其實這些舖子也貴一些 這些錢是要省的 其實我覺得就算這樣做 無論怎樣 寶馬應該有一個更加完善的方案 比如我是一個喜歡三系的人 而我又不喜歡加長版 那是否意思說我除了買進口之後 就沒有多少選擇 如果我又想買國產 是 現在是賺錢 那你是不是應該做一個 寶馬一系或二系 又加長版 加到三系那麼長 其實這些車 它已經是為了市場妥協之後 其實它沒有什麼操控性可言 但只不過它可以說 因為我有寶馬的俗門調教技術 所以我的車廠相對來說 這個尺寶來說 我還是好駕駛的